为于台南市监军区的学院找护生园 自创立以来 已收容4千多只流浪动物 为了让流浪动物得到更好的照顾 园区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 我们目前有三个园区 第一园区是安置健康年轻的狗狗 第二个园区它收容的就是比较综合的 我们这边的话最主要是有些小木屋或隔离龙 那就是针对比较会容易打架的狗狗 那如果第三园区的话 是以年老跟刚出院的伤病犬猫为主这样子 自2017年2月 临安乐死政策实施后 原本早已爆满的收容所 更是无法容纳动物 这些动物只能被迫继续流浪 或是转网民救收容机构 我救收容所没有空过啊 那操作的部分我知道有几个县市有 但是其实它们这些问题以前就存在了 不是现在才存在 那因为现在很多城市 包括台南也是TMVR的城市 大部分如果健康可以圆放的狗 它们都是会圆放 即使配了TMVR 实施诱补 绝育 注射疫苗 病原地放养的流程 使人无法改善衍生的环境及交通问题 就是常常会看到会有流浪狗在马路边缘冲出来 然后会影响到汽车或是机车驾驶 真就是正常的行驶 那会吓到人 然后造成击杀 有时候会有事故发生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可以就是找个地方 把他们就是收留起来 因为这样的话 他们原地放了 他们还是在外面就是继续饿肚子 那这样说不定他会死在外面 也没有人会注意 本市第一年上的政策 却引发更多问题 追车咬人等事件层出不穷 要如何改善 人需要政府配合邓宝人士 一同寻找解决方案 记者佛伊德 李婉婷 林桓伟珍 台南报道